但是长时间到了一年之后 怎么说呢 觉得这些感情一放也不再次 想借这个平台说和大家分手 皮游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在目前为止 也是我最爱最爱的一个人 然后我们俩相处了一年多了 然后他现在突然间说要和我分手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为了认为rian 我真的不愿意 我都是 NGO 我心里有病 说 Azure 我心里有天 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这是女孩子远远发自内心的一个呼喊 那么她的男朋友为什么想离开她呢 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跟天佑23岁来自黑龙江酒吧老板 收入不定 女主人工元元21岁来自江苏销售经理 来 有请两位 元元是带着泪上来了 在那个门后面又听到了自己的哭声 还是听到了天佑说分手 心里很不舒服 天佑怎么认识元元呢 我们两个是在我自己的酒吧相识的 当时就是我在自己的酒吧 领着自己的女朋友和哥们一起喝酒 她带着她的客户 然后在酒吧里一起 也是玩乐嘛 那些客户猛地给她灌酒 因为当时我心情突然就有一种 见有为的一种心情 那么一个女孩 就她自己 当时有个女同事已经喝倒了 就她自己 我给她看不下去了 我就过去帮了一下忙 就把这酒劝开了 就两个人慢慢这么相识了 本来就是我一直都以追别的女孩为主 这次是她也主动追的我 我觉得这女孩挺有意思的 我就同意了 就是因为她主动追你 所以你同意了 对 现在交往有多久 一年了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看小片里面她说 你是突然向她提出分手 刚开始我两个人在一起 感觉感情挺好的 但是时间一长 到了一年 我觉得自己这一方 有点投入不下去 这段感情了 天佑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男生 也是我的初恋 怎么可能一年的感情一下都没了 你是她的第一个男朋友 算是初恋对吧 那她是你的第一个女朋友吗 不是 谈过多少段 十多个 这个算最长的吗 谈一年 对 她是最长的 在她之前最长的谈了多久 半年 那半年也是因为说 谈不下去了吗 对 那圆圆她这么提出来 其实在我这个外人看来 也很突然 她是怎么跟你提的呢 她本来以前对我挺好的 不知道最近为什么 然后突然间说要跟我分手 她以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她之前有个女朋友 认识我之后和她女朋友分的 我就想她以前女朋友 对她分着好 她放弃了她女朋友 然后来选择我 我想我还是有值得她爱 值得她喜欢的地方 要不然她不会放弃的 天友当时选择原恩的时候 实际上面等于是在劈腿是吧 我从来不劈腿 只是说我选择了她之后 我就会立马和她和那个女人分手 不会一脚同时踏两条船的 那你这一次是不是也有什么女孩 又吸引了你 没有 真的没有 也许是我觉得她管我管得太严了吧 因为每次都是翻我的电话 翻你的电话就管你 难道你觉得不严吗 我一个大男人 一个大男人 我每次翻你的电话 我并不是想看你的短信 你通话记录你知道吗 可是你给的反应 让我感觉你有问题 对 主持人你知道 我是在酒吧做生意的 认识的女孩肯定是多的 肯定是多不胜数了 所以说偶尔就发个短信 打个电话 为什么酒吧做生意 认识的女孩就多不胜数 因为酒吧来的女孩真的很多吗 但是我绝对没有说 和女孩有其他闭嘴的意思 绝对没有 我只是她管不管她严了 就是因为她看你的电话 我有点受不了 我心里有点 承受不住我心累了 你说过一辈子要和我在一起 可是你现在 为什么就想不开呢 我们真的不合适 结婚不还有离婚的吗 天有来你告诉她 你不合适在哪 你让她这个分手分个明白 就坦诚一点的跟她说好了 坦诚一点就是 我对你没感觉了 我不爱了 这段感情 我这边已经投入不下去了 长痛不如短痛 我觉得感情没有必要再走下去了 什么时候发现 说跟她就没有这个感情 就走不下去了 情人节之后 出了什么事了 怎么说呢 情人节之后 我怎么感觉说 自己是不是应该换一个 回到家都看着之间 没什么太大的畸形了 你现在看其他的女孩子 有感觉吗 也不一定 目前还没有遇到 但是你很坦率的就是说 我现在跟你的缘分已经近了 是吧 对缘分 所以我一定要跟你分手 是不是 没有回旋的余地 没有 也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没有 只是一个理由 没感觉了 没感觉了 对 不可能 就在录节目 我们一起用餐的时候 她还像以前那样 然后给我加菜 给我倒饮料什么的 所以说我真的是 那只是在外人面前 一种表现的方式而已 你想的太多了 原来你觉得她这么决绝的 要跟你分手 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 她也不说 因为她之前对我是挺好的 今年我过生日的时候 4月2号 她又亲手给我 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就这个是吧 对 这是你做的 天佑 你记住吗 天佑 你拿这个蛋糕 到我面前的时候 你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从来没有 为别人做过蛋糕 我这一生 只为你做蛋糕 你什么时候想吃 我就什么时候 都给你做 可是你现在呢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你不要这样好吗 你这样我心 真的很沉重的 你都不爱她了 也没感觉了 你还沉重什么呀 天佑 她毕竟 曾经是我的女朋友 看着她这样伤心 我心也不是那么好过的 我不是冷血的人 我就只希望她能收回她分手的话 好好和我在一起 你要知道那不可能了 我们的感情已经过去了 那你为什么还这样度我好 让我感觉还有一些希望呢 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分开 我的义务还是你的男朋友 但是现在 我想借这个平台 就是说以后就是不是了 大家各走各的路好吗 我从来都相信在任何事情的背后 都有一个推动力的 这个推动力是什么 天佑不愿意说 我想我也就不那么去问了 但是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元佑你应该怎么办呢 我希望你们听一听 专家老师的一些建议 让我们一起进入 真心秋比特问卷 天佑我想要跟您说的就是 有一种差别是 真爱和迷恋的差别 迷恋通常是在非常短 非常迅速的时间内 你会爱上一个人 我们通常说的一见钟情 大多数都是迷恋 而真爱呢 是必须经过长时间的 对彼此的优点缺点 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 才能够产生的 意思就是说 她从来没有真正的爱过一个女孩 她都是在迷恋 是这个意思吗 至少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 爱情是珍贵的 之所以珍贵就是 没有东西能够取代她 我看到资料里写到 你愿意付出一些经济方面的 一些补偿给到元佑 你觉得元佑能够接受吗 我不知道我自己应该 补偿给她什么 元佑是她的初恋 我想只要她提的话 只要我能做到 我就一定会做到 天佑你要这样说 你真的不是人真的 我跟你在一起 之前我跟你说过 金钱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 我是跟你相爱 然后我爱你 我喜欢你 我才跟你在一起的 彪伙子说 你前后谈过十几个女朋友 是吧 对 这个姑娘之前 那么多十几个姑娘 分手的时候 都是和平分手的吗 还是说你也是用金钱弥补了 你有给钱的时候 你说你这叫爱情吗 你根本就不知道爱为何物 你敢往十几个 动不动我拿钱赔你 我给你钱 那么简单啊 我真的爱她 如果你是姑娘呢 你爱她什么 你爱她 你爱她 你告诉我 你爱她什么 你现在说对她没感觉了 你告诉我 没有 为什么没有感觉了 为什么说不出来呢 资料上写在 你在马路边上 莫名其妙认识一个 蹲在那儿的姑娘 你就又对她有感觉了 你叫我们 你怎么去说服我们这些 比你年长的人 世界在变 是吗 对啊 你们世界在变 你们可以这样 可以那 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啊 那你刚才为什么 我问你的时候 你不回答呢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 说出来不光彩 不光彩 你还愿意去做 相爱不要盲目啊 姑娘啊 你不要找这件 啊 你是我的初恋 啊 好话 甜言蜜语 你这男人的甜言蜜语 多了 甜言蜜语 你都能相信吗 我跟万老师的观念 截然相反 我认为李天佑 是个非常优秀的男人 首先我要夸奖李天佑 一心一意 从不劈腿 同一时间 同一女人 不同时间 不同女人 我还要夸奖李天佑 敢爱敢恨 想要就追 不要就弃 干脆涉底 是有始有终啊 除此之外 我要庆祝 圆圆 你脱离了魔掌 获得了新生 今天应该放鞭炮 朋友坐不住了是吧 朋友说吗 我是天佑的朋友 啊 记得就是 我也是他的 不要说 如果你当我是兄弟 你不要把这句话 说出来好吗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什么事啊 我求你不要说 他们那么骂你 我们是兄弟 听什么 我们是兄弟 你听我一次好吗 你有错吗 真的不要说 有什么冤情 你说出来 我是他酒吧的公关经理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推荐酒水的时候 就来了一位 比较熟悉的客人 也是我的 算是朋友吧 跟他跟他聊天 然后他说 这女孩你认识 我当然认识 就是我们老板的女朋友 他说怎么可能 这女孩前年 刚陪我睡过 谁说的 谁说的 算了我不想说 你只是听人家说 你看到了吗 没看到 你没看到 你就乱说 你相信人家 就你相信人家 你就要说我 污蔑我 你不要在我跟天佑 之间挑拨离间 什么叫挑拨离间 如果没有 我会乱说 我会害我的兄弟 这可不见的 你的意思是说 他是因为这个原因 跟他分手的 是 没有 我并没有那样 那为什么 那个男人 会对我的朋友 那么说 天佑 真的一年白楚了 真的 你永远相信你的朋友 你不相信我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现在脑子里很乱 小伙子 你前边 这个姑娘前面 你有十几个姑娘 是吧 你跟他们都很清白吗 现在是你这个朋友说 他跟别的客户 一世 他行为不轨 是吧 对对对对 可是他跟别人在一起 跟别人在一起 什么呢 你不也跟别的姑娘在一起 真是你放火 不许别人点灯啊 不然是坐下来 来我们一起进入 黄金六十 哎呦 当初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我可以承认 但是这件事情 让我这个心里 真的放不下 我真的不知道 以后该怎样对你 我承认我对你有感情 你相信我好不好 可是这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该是 你相信我好不好 我并没有做那些事情 你知道我是一直爱着你的 就算我相信你 可是我心里 真的过不去这个坎 对不起 还是你一句话 你永远相信你的兄弟 你不相信我 对不起 我真的接受不了你 我现在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不知道 为什么这样的针对我 太复杂了 听哟 我只想跟你说 最后一句话 我真的很爱你 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从来没有做过 对不起你的事 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办法 请你相信我好不好 我真的做不到 我真的没有做那些事情 好了来吧 灯打开吧 压抑的 回去吧 天佑 你口口声声说 你是爱他的 就是容忍不了 刚才你的朋友 接触的这件事情 是吧 你要是真的爱 你的最爱的女朋友 在这否认 你就应该说 我今后给你想办去对质 万一 这有某种误会呢 你难道就因为 道听途说 现在还不确定 你的姑娘 就因为这事 我怪你 我们俩分手 那我们很怀疑你的诚意 圆圆 我觉得你在坚持选择什么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放弃什么 因为人生就是这样的 放弃并不是不爱 而是为了更好地去爱 老师 我就是放弃不了 我爱他 我不愿意放弃 你看看你现在 你对面的这个男人 我不要和他分开 我不要和他分开 瑶瑶 回去吧 回去吧 我不要 我不要 夏老师来帮帮他 帮他拍拍 我不要 夏老师来帮我 我女人 我女人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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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啊 你觉得你这个眼泪 是那些最多的 多owners太也 我 我 你能亲手吗 我 你觉得这个眼泪 你是那些人可以告诉我吗 我学到完了我爱到 我不愿和他分开 那你是做这些举动来好吗 日后的那个转门别转了 如果你决意要走 不用转门那你直接走吧 我要这样 请来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